大家好我是PD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看看市场发生什么事 除了比特币之外 那还有各个国家 现在美国在位问题 那迫在美睫啊是否会 得到一个解决 以及比特币的价格会受到多少的影响 那另外中国大陆这边 似乎对整个对跟比特币的态度 跟几年前截然不同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吧 好首先带大家来看到 Coring Market Gap 比特币的价格在过去24小时 在这边就是一个盘整状况啊 上下跌幅涨幅没有超过0.5% 那East的话都是在这个地方盘整 那反观是除了比特币跟East之外 那整个市场 通通都在于 一个目前为止在 阶段盘整的格局啊 然后如果我们来看看比特币的价格 我们这个纳奖和比特币价格的这个地方 似乎做出一个盘整持续 的一个格局啊 虽然前两天在这边是有一个三角形的破底 破底之后其实这边其实大家估计 6月份的时候我们现在 除了比特币之外 那包括美国国债这个相对是比较担心的消息 在市场上蔓延了 那很多人认为说国债已经发生了 第800次这国债就是玩狼来了的游戏啊 每次都说国债马上就要破顶了 那政府管制这边地方两档协商最后 那这国债的额度持续增加 那持续的印钱那美国政府持续的发展 那很大的机会 似乎国债这个地方会得到一个解决的 所以目前为止 你光看比特币的价格的话 在这里其实是持续盘整 那我想把这个价格图稍微拉长一点 我们看一下自线图 我们有没有预期的话 比特币的价格其实蛮大的机会 是回到两万 两万三呢其实第一个部分是在两万五千三呢 那我们讲说两万五千三之后 那买有机会是会回到两万三千八 至于你说会不会回到两万三千八再往下这个两万两千六 我觉得几率不是没有啊 只不过这个地方要看后面这整个市场是一个怎么样反应 日线图的话 目前为止看到哎这边做一个动能的绿点 那今天这边也有一个动能的绿点啊 只不过这个地方 看似比特币还是往下的机率大于往上啊 四个小时突 四个小时突这边动能的部分是出现的 向上 那就是持续盘整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整个市场一些不同的消息啊 美国白宫啊白等这边跟大家讲说目前为止 似乎我们现在快要达成一个协议啊 所以美国白宫目前为止这边他们整个议会两党的协商 看似在6月1号之前有机会打成一个协议啊 那今天另外一个消息其实讲说除6月1号之外应该是要6月5号 那如果如果整个协议没有达成6月5号之前的话那就 政府就会造成一个破产状况啊 那 目前为止美国的总统拜登对整个两党协商似乎非常的乐观呢 他看是这边似乎是有机会跟历史一样 让来了大家觉得快 达到了这个国债高峰啊最后还是两党协议 其实像两党都是在争取自己最大的政治筹码 那除了美国之外 国内现在有一些大消息啊 如果我们看到Binance的COCZ这边跟大家讲到 你看北京市互联网创业创新摆屁书 现在不只是香港而已啊 现在中国大陆连北京也开始对这个web3 有一些比较重大的 这个政策上改变的 那甚至呢有一些企业讲到了 哎白皮书主要是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 那中关村科学园区委员会指导 那这个其中都是重要的 那包括这些技术的内容有什么 人工智能区块链 然后芯片计算通讯等等 这个其实都是基础建设的部分 那如果你看到整个web3 第一部分是元宇宙web3 你就觉得说哇 我现在连北京政府就开始研究元宇宙 跟整个web3 那甚至互联网web3的部分之外 人工智能区块链这个东西 就变成他们现在重点研究的内容 那甚至你可以看到 整个应用的部分 web3如何在城市工业产业 消费等等地方不同运用方法 那detail的发展呢 这边讲到整个元宇宙的布局 人工智能布局 资本市场整个回归理性等等等等 那国际的部分 这边地方也提到一些国际等等的发展 那北京互联网现状 大家讲到了目前为止 北京互联网有什么样的一个平台 什么一个数字产品的平台等等等等 那NFT web3 这个都是变成国家目前为止重点开发的一个部分 那大家看一下线上的数据 那现在为止 如果看一下线上数据可以看得出来 比特币的部分 从整个市场上流进交易所 那是6亿6千万美金 流出是7900美金 就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大家的钱从交易所离开 是什么意思 就代表我们已经现在暂时不交易 我们把钱放回我们的钱包 那eit也是目前为止 eit也是一样状况 eit反而非常的夸张 你看净流出 流入交易所是3亿美金 净流出是10亿美金 所以大家留8亿美金从交易所里面流出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以太坊在市场上的稀缺性 去越越稀缺 那tether是相反的 tether是流进的交易所 是8亿流出6亿3 所以市场上其实项目上 上的tether相对是比较多 代表现在大家其实的钱 都从不同地方流到交易所去买比特币跟买以太 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市场上现在以太稀缺性 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 越越稀缺 那另外这边有个新的数据 讲说整个etherium number of non-zero address just reached old time pie 以太坊目前为止 有以太坊的 这个钱包数字 现在来到9900万马上就要超过1亿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高点 那之前 主要的以太坊都还是在于 用各种不同的 气费等等等等那现在以太坊除了本身气费之外那也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投资表 的 那另外比特币的部分 那就可以看出来 市场上现在对比特币跟以太的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高 我带大家看几个技术分析相关的内容吧 这个trader allen跟大家讲说我们目前为止在这个地方看起来 似乎市场在一个回档的地方 我们来看这个市场回档的地方 我们来看这个市场回档的地方回到这个地方其实很大机会 他跟我们的看法蛮相似的就来到2500 变算之后那基本上 我们还是主要的这一波段是会往上涨 另外一个trader allen跟大家分享一个所谓的 这个wycock accumulation 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wycock accumulation呢 wycock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 跟一个交易员 那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wycock accumulation 这个sos的部分 我们这个地方盘整盘整完之后那其实大机率 是会往face1的方向走 大机率是会往上走 那这边mustash也跟大家讲 如果你觉得整个all coin season开始了吗其实还没啊你看201617年 似乎就是all coin的看法 all coin这边 必须啊2017年16年到高点之后回到16年年底 那之后那这个地方整个通道向上通道在这边往上走就才到2017年 我们目前为止我们似乎在20 二年的底部啊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这个地方有机会碰到这个通道 持续往上走 所以20232024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往上走 那另外这个mustash也是跟大家讲 如果我们看目前为止2022年2023年跟之前2017年这个角度来看 像这个收链三角形之后突破之后持续往上 这是一个趋势 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地方突破完之后必须要回撤回撤完之后 我们如果看长线啊月线的话是蛮大机会 是会往上走 那这边讲说 November 28 Circles Theory remains Perfectly On track 那看 今年的11月28号 比特币 大几率上 3万4千8 3万4千8之前我觉得有机会要回到2万5 回完2万5之后那才机会往3万4千8方向走啊 那另外这个crypto 这边讲到 See you at 10k 他反而是相反的 他说 Epicoin is now Testing two major long-term support 他第1个是200天的周 MA 第2个是111天 MA 那这地方其实你看到RSI的部分 有一个 Bullish Divergence 那代表这个地方是什么状况 这边如果支持非常的 坚决这个地方支持的话那其实我们蛮大机会 价格就往上走啊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视频到这里如果觉得视频大概价值的话请订阅我们啦谢谢大家 拜拜